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演员张振和王千元 这两个人会有什么交集吗 原来他们最近呢在拍摄一部新片 但是呢当我们的记者到达这个探班现场的时候 发现可以说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难道这是一部恐怖片吗 遍地血泼 满地死尸 一走进这部古装悬疑动作大片的拍摄现场 就给前来探班的记者们不小的威慑 新片以锦衣味为故事背景 江湖传言他们各个身怀绝境 加上主演中张振还有个武术冠军的头衔 刀光尽影的场面 会不会就是剧组为记者们准备的第二大惊喜呢 虽然没有全群倒肉的大场面稍显遗憾 不过记者的片场却意外发现了这一幕 张振给 张振给 他自己好像都没拿 给我的是锋利最主 他自己留那个锋利不太好 必备必备 逃回合作 张振和王千元 这一南一北 性格紧异的男生 看来已经将剧中的手足情深发展到了戏外 而且头一次拍摄古装戏 为了在造型上配合张振 王千元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主要心灵上的创伤要大一些 只有我是沾胡子 沾上胡子之后呢 吃完吃饭也不舒服 喝水也不舒服 喝水得拿吸管 说话也不舒服 所以说呢 这个事我还比较恨一下张振 张振要没这个胡子 我也就不留胡子了 演个大哥还稍微能压得住他 结果他自己的留胡子了之后 我要不留胡子 怎么演我都像二弟 是吗